国民党苗栗县长提名纷扰不断 大选倒数半年了 参选议院强烈的苗栗县议长钟东景 召开了向相信报告记者会 针对民调外界抹黑攻击来说明 他强调持续走自己的路 而至于会不会参选到底也做出说明 这事实不光奖金10万 我一定马上退选 就是也不要再跟人家讲选举 不单这样我吃掉我现在议长的职务 若有相关的证据退选甚至辞去议长 苗栗县议长钟东景话说得重 大选逼近国民党传出考量民调个人背景 他参选变数大也站出来说明 上周朱立伦主席下来的时候告诉了我 说我有强奸跟杀了的前科 会影响整个党的布局跟险战 这样的抹黑跟造谣是我不能忍受 今天我要开这个记者会 重点是在这个地方 我告诉朱主席来龙期末的时候 并宣示只要有人能够拿出我杀死人 还是有强奸的证据 在这边我就发送10万块的剪辑奖金 近日传出国民党锁定徐众出现地方纷扰 中共仅说明记者会众多支持者 展现他的民意基础 希望港中央把拙最有能力的人 而现况如此他会参选到底吗 锁定徐众委员我的态度现在并不是参选到底 我还是尊重党中央 尊重主席 我相信他有他的考量 如果最后还是决定岛中央要征召 而徐众委员来参选您也会协助投入府选帮忙吗 参选宣长仪式中东仅布局已久 但时间逼近国民党提名状况未明 不过他也强调徐众若持续表示没有参选意愿 他下一步将会持续争取 盼能拿到进入参选的门票